欢迎您回到新闻现场 继续带您关注今天的财经讯息 美东时间11点50分左右 纽教所的交易大厅 阿里巴巴开盘价终于是确定是92.7元 上涨了36% 市值超过2300亿元 超过了Facebook 而在美国上市的互联网公司当中 仅次于Google 这次IPO募资217.7亿美元 是美国证券史上规模最大的IPO 而在早上9点半敲钟之后 这次交易的做市商巴克莱银行 以及高盛即将开始确定开盘价过程 双方透过了汇集买卖双方价格信息 最后确定开盘价 由于阿里巴巴盘子非常大 因此所需时间长 在等待过程中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和美国电视台 CNBC主持人聊天 观看交易委托账本 经过两个多小时 开盘价上涨了36% 而这也意味着投资人对阿里巴巴价值的认可 阿里巴巴1999年在杭州成立 仅仅经过了十几个年头 就成为了市值超过2000亿美元的公司 而马云随后接受采访时表示 不敢说今天就是成功 其实阿里巴巴离成功还很远 他说今天拿回去不是钱 是信任是压力是责任